2021年,上海以实干实际实现了十四股良好开局,经济稳中加固,稳中有劲,稳中向好。 全年实现GDP增长8.1%,全市生产总值突破4万亿大关,达到了4.32万亿元。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0.3%,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人工智能三大产业制造业产值增长18.3%, 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废居全国第一。 就业方面,上海前年新增岗费63.5万个,城镇调查失业率明显低于年初预期目标,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去年则增长了8%。 过去一年,上海时刻警醒,下一个发生疫情的会不会是上海? 如果上海发生,怎么控制住?如何做到上海尽可能不发生? 坚定依靠城市精细化管理、科技抗疫和精准防控手牢底线。 2,200多万人完成疫苗全程接种,占全市常住人口的94%。 新的一年,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。 综合各方面因素,2022年,上海将GDP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了5.5%左右。 上海将着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,积极扩大有效投资,启动建设上海示范区线,20号线17等轨交线,加快建设崇明线,机场联络线,加快引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。 同时,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,国际旅游度假区新建板块,乐高乐园度假区,游轮旅游度假区建设都要提速。 而要持续增强创新动力,关键是人才。 新的一年,上海将把招贤引财之门敞得更开,大力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,特别是在5个新城将实施租购并举的人才重防政策。 城市数字化转型,今年将推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备全链条改造,新建40家事半性智能工厂,同时也将大力推广为老服务一键通, 持续推进数字服务试老化和无障碍改造。 说到民生,今年上海还将进一步提高市民居住质量,建设筹措17.3万套间保障型租赁住房,完成中心城区成片二级就立以下房屋改造, 更新改造1000万平方民旧住房,完成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2000台,新增1万个公共充电桩。 与此同时,今年上海将继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,新建公园120座,推动黄埔江两岸公共空间南拓北沿, 推进路口遮阳设施建设,建成100个美丽街区,设置优化5000处公共空间休憩座椅, 努力在更高水平上,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 大道质检,实干为要,新的一年,上海将全力谋实测,出实招,求实效,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,奋进新征程,建公新时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